一部部怪手 缠起地上弯曲变形的钢筋 工程车辆也不停在道路上穿梭 花蓮统帅饭店 在12号晚上拆除后 14号晚间正进行 最后的收尾工作 出动20多部怪手 以及50部大卡车 就是要赶在除夕夜前 将废弃物清运完毕 15号要进行国游铺舍作业 将路面重整打平 还给附近居民朋友 一个舒适的环境 所有的这些工作团队 日以继夜 就是希望让花蓮的四龙四毛 尽快的回复 希望全国的国人 在农历年期间 到这一座 现在人烟最不涌起的地方 可以让大家一起来这里 欢乐住行 统帅饭店拆除已经告一段落 不过同样是受灾严重的 云门催堤大楼 在加紧赶工拆除时 竟由住户开始抗议 车库底下的车都是完整的 那县府都没有完全让我们去 这个强救的一个动作 虽然房子倾倒歪斜 不过住户认为 有些东西是完整留下的 但却被拒于门外 像我哥哥的照片 底片也在里面 现在只剩回忆了 什么都没有 台南有案例 一户一个人陪他进去 拿他的东西 这有前车之鉴 房子内的财产和回忆 是谁也无法给予和取代 但因为大型机具都已经进驻 脆弱的大楼随时都有倾倒危机 现在只希望居民朋友 能互相配合 不要酿成更多遗憾 记者五彩群 孙英欢 华联报道